大家好 我是阿裝 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本日本小說 就是《冬夜季吾》所寫的《解憂集貨店》 《冬夜季吾》這個名字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相信大家都聽過《神探家裡略》這部作品 就是由《冬夜季吾》所寫的 而今次所說的《解憂集貨店》就是它寫的 雖然這本不是所謂的偵探小說 但是它仍然有偵探小說那種 逐步逐步解開閉前的情詞在裏面 這本書我認為有幾個好看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冬夜季吾》在故事裏面 將橋子用得很盡 表面上整本書就是由幾個好似獨立的故事所組成 但是如果你看下去 下一個故事是會解釋上一個故事裏面所發生的事情 到最後那個故事就會看通整個故事出來 總之你一路看下去 你不能不佩服《冬夜季吾》的序事手法 就是你看下去就不斷有驚喜 你就可能會有一種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另一樣我想說就是故事的主題 整個故事是用一間雜貨店 老闆就在門口貼了一張故事 如果有人有問題可以寫信給他 他也會嘗試去解答 當然啦 你初給他的信裡 當然有不少是外作劇 但是老闆都會很認真地去回應 而整個故事重點就是 有人會問他一些關於人生抉擇的問題 相信聽眾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就是 在到某一刻就是不知道怎樣做才最好 雖然老闆在回信裡 就未必會教他們怎樣做 而是嘗試去釐清他們群惑的原因 其實有時我們問人之前 我們內心可能是已經有一種答案 但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 我們都是想問問他們的意見 其實是想獲得他們的支持 我相信看完這本書的聽眾一定會有共鳴 那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有聽眾 到時候我都建議你看一下這本書 或者你會更加佩服中夜季悟這個作者 多謝收聽中港台的節目 不是火柴的小孩 我是節目主持 下次再見 如果想知道中港台的最傷知識 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在search那裡打中港台三個字 記住是中城的鐘 不是中心的鐘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Podcast都可以 謝謝